彰化家福园游会热闹滚滚,图县府提供分享,社福住弱势家庭的小确幸又来了,因为家福基金会统计,半数社福住家庭的家长是低薪穷忙足,彰化家福中心与国际狮子会300C三区彰化县张公狮子会,今天在彰化师范大学宝山校区举办爱心园游会,共有127个单位赞助摊位,吃喝玩乐样样有。 社福住家庭全部满载而归。 英语多日,彰化地区今天露出阳光,家福人都很高兴天空做美,帮忙2017寒冬送暖腾席彰化家福南在爱心园游会季干苦体验活动顺利举办,让来自全县的1200户3800名家福亲子进行逛摊位,因摊位义卖物品下连物美也吸引约8000名,民众赶来挖宝。 张化家福今年寒冬送暖园游会举办干苦体验逢散活动,带大家众回明60-70年代客厅及工厂场景,约500名民众报名体验,都坐在家乐服赞助的拼图小椅子上,一面听着台上歌手刘明峰宇彤立安唱 酒肝糖卖无怀旧老哥,一面低头穿针引线低头封伞。 张化县长为名鼓代表张化家福中心致赠感谢状给赞助单位,他和社团代表一起逢雨伞体会,早眠家福和美儿童馆所在地的 和美地区制散业家庭代工辛苦,并送给参加逢散的民众美人一贯古早味卢博福仔 蔡福 家福基金会董事长赵黎明说,家福统计,2016年家福弱势家庭平均月收入只有17,112元,其中五成以上的辅助家庭个人最低基本薪资低于政府公告的2109元,等于一半的受辅助弱势家长都处于穷忙,而且从事家庭代工时薪每小时只有40-50元, 70%受辅助孩子来自单亲或失亲家庭,使得长期待业或担任临时工的弱势家长占50%,2%很多弱势家庭造年接家庭代工补贴家记,工作内容就是逢雨伞 今年岁末寒冬爱新园游会是张公狮子会主第二年主办会长王金英指出,张公狮子会会员来自各行各业,除了希望在岁末, 温暖贫困家庭也协助筹募家福园林监管基金早日监管启用给贫困孩子温暖的学习环境, 彰化家福爱新园游会民众参加冯散会为早年客厅及工厂的岁月图县府提供分享。